来雪自己摔下楼梯,却诬陷是夏婉晴下黑手 一边的乔金帆看得清清楚楚,他把夏婉晴带走 并告诉他,孟灵天和来雪的真面目还准备给他报仇 傻白甜夏婉晴还对孟灵天抱有幻想 直到去了医院,看到来雪倒打一趴 以及孟灵天翻脸无情的恶毒嘴脸,他才彻底醒悟 来雪仗着父亲乔继云的事,逼夏婉晴道歉 夏婉晴的腹黑属性觉醒,作恶的是你,道歉的不可能是我 记得小山母女跳脚,来雪恶毒至极 要乔继云已故意伤人罪,把夏婉晴驱逐出境 不想这下惹到了乔金帆,你不是说能帮我报仇吗 夏婉晴被爹妈关在家里,乔金帆以奶奶的名义 把她带回了自己的别墅 其实毁婚事件一出,夏政朗夫妻表面动怒,心里却暗喜 女儿摆脱了凤凰男,调到了新闺序 虽是竞争对手,但乔家财雄势大 势力的夏董事长正愁分不到一杯羹 在外人眼里,乔金帆是顽固子弟 乔老太却很清楚,孙子比儿子精明千倍万倍 乔金云庸碌无为,被小山母女拿捏 孙子乔金帆才是乔氏的顶梁柱 心疼夏婉晴被欺负,乔金帆早就想好了法子给他报仇 乔老太全力配合 乔氏召开董事大会 叛徒莫灵天推着断腿的莱雪来了 仗着有乔金云撑腰,莱雪一副继承人的样子 嘴上装小白兔,莱乔家不是为了分家产 只是为了跟亲爹相认 乔老太太像了,宣布莱雪永远没有继承权 你们母子想挤进来永远不可能 我孙子跟我儿媳才是乔氏的主人 奶奶 你这不是毙我这老太太跟你撕破脸吗 我只想认回我爸,我不想要钱 接着乔老太还把儿子乔继云踹了 让孙子乔金帆代替他 主理乔氏的一切事务 你如果坚持还任他作父 我就会连他将来分乔氏家产的资格 都全部取消 乔继云没了十全 来雪气的原地爆炸 好戏还在后头 乔金帆叫了一大票媒体 下满情穿着高定礼服裙盛装出席 麻烦各位好好地记一下我今天所说的每一个字 如果发现谁写错或写漏 我明天就会把他的杂志社买下来 炒你的鱿鱼 乔金帆当场给他证明 表示接吻照是自己抢吻夏婉晴拍下的 强调自己当时表白被他当场拒绝了 在记者面前 乔金帆揭穿了莫灵天和莱雪的真面目 一对狗男女早就猪胎案结 还利用肚中的野种嫁祸夏婉晴 这话一出舆论哗然 自然解除了夏婉晴的罪名 莱雪再也不能诬告他 紧接着乔金帆当众跟夏婉晴求婚 我乔金帆向夏婉晴小姐求婚 夏婉晴一整个被震惊住 大哥你咋来这处 莫灵天和莱雪废都气炸了 一个劲阻止他答应求婚 夏婉晴 你是真的想要把我搞死 你一定要赔偿自己的名誉来报复对吗 因为乔金帆太无敌了 一旦夏婉晴跟他在一起 十个莫灵天和莱雪都斗不过 夏婉晴露出幻笑 紧靠乔金帆怀中 你个凤凰难堪私生女绝配 老娘爱嫁谁嫁谁 千金大小姐就该配地产大少 我今天在这里宣布 我接受乔金帆先生的求婚 你一定要幸福